南部连日豪雨 全台农损已经超过4.4亿元 也直接影响到菜价飙涨 今天大台北国菜批发市场 平均价格每公斤48.9元 再创今年以来新高纪录 还有民众说 他去买了7样青菜就要价1200元 好 我们就实际走一趟传统市场发现 高丽菜现在平均满一颗下来 就要花到200元左右了 那么四季豆美金也上涨了70元 整体菜价平均上涨个两成到三成左右 那么这样的涨幅让部分消费者也说了 干脆三餐在家里头点外送还比较省钱 客人结账时赶快再剁药两根葱 但老板一脸无奈真的好为难 因为现在菜价涨涨涨 这一点葱姜蒜也舍不得送出去 南部连日大雨农作物损害严重 全台农损超过4.4亿元 直接就反映在菜价上 快一倍了耶 我们这两天买都有了 最近这几天 变差不多加倍 实际走一趟传统市场 老板说叶菜类和瓜类涨幅最严重 高丽菜每斤涨到60元 随便买一大颗就要破200元 四季豆更惊人 每斤上涨70元 民众反映自己到菜市场买菜 才买了高丽菜葱还有红萝卜等等 一共是七样的青菜 竟然就花了1200块钱 天天照顾一家三餐的妈妈们实在大喊吃不消 有人抱怨这几天到市场买了高丽菜 A菜丝瓜胡萝卜 七样就要1200元 这很明显的 瓜类啊 野菜类也是double 根本就是天价 以大台北果菜批发市场竞价来看 上礼拜每公斤平均价是41.6元 11号飙涨到48.9元 创下今年新高 一公斤小白菜从17元涨到46元 空心菜上涨30元 苦瓜甚至飙涨了60元 整体菜价平均涨幅达到2至3成 让不少民众直言最近不敢去逛市场了 菜这么贵干脆每餐点外送还比较省 农委会预估这波菜价要回稳 恐怕还得等一到两个星期 介绍欧阳网好台北采访报道 整个六月份都笼罩在三级警戒之下 冲击到不少产业 也反映在就业市场上 主机总处公布六月底 收购员工降至802.4万人 月减9.3万人 创下历年同期以来的最大减幅 经常性薪资也在持续的下滑 减少了0.5% 那么就算到了7月中 防疫政策已经逐渐松绑 但学者认为解封的幅度不如预期 加上疫苗普及率也不够 内需服务业要反弹的话 短时间内恐怕是不会这么快 7月份就业人口 恐怕还会再跌破800万大关 三级警戒期间 餐厅无法内用 商权空荡荡 娱乐场所自主停业 不少人丢了工作 居主基础统计六月底 受雇员工降至802.4万人 月减9.3万 创下历年同期最大减幅 经常性薪资也持续下滑 平均42,625元 减少了0.5% 疫情限制整个六月的经济活动 其中以艺术娱乐及休闲服务业最惨 经常性薪资月减8.57% 住宿及餐饮业减少4.47% 其他服务业减少3.09% 周遇7月迎来为解封 27日进一步调降至日级 但7月整体受雇员工人数 恐怕持续下跌 突破800万人大关 学者认为要有明显反弹 恐怕要等到90月之后 且要观察两大条件 内需服务业恢复元气 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事民众盛心才能渡过寒冬 今年第12号台风奥迈斯 有机会生成 目前在远洋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根据美国的预测 在今天就有可能形成台风了 不过由于距离台湾还很远 气象专家就分析 暂时不会影响台湾的天气 但是今天受到南方云势影响 下半天要严防午后雷震雨发生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 还有各地山区 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都很高 出门上班 还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但到了下午 要严防突如其来的强烈雨势 台湾受到南方云势影响 南部东半部 11号会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其他各地大多为多云道晴 但还是有留意午后雷震雨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 以及各地山区 强降雨发生几率高 气象局预估 未来一周的天气 都会持续湿搭搭 而未来一周的天气方面呢 台湾附近从明天开始 大致是会维持一个西南风的环境 所以说只有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 会有一些断续的短暂的震雨 或是雷雨的状况 午后雷震雨 在对流云系发展 比较旺盛的情况之下 还是会为北部地区 还有各地山区 在午后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 近期可能又有台风 在远央国际换日线附近 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生成 根据美国预测 最快可能在11号形成轻度台风 将会是今年第12号台风 奥迈斯 美国海军还有日本气象兵 都认定它是一个热带气血 看起来应该是在未来 12到24小时有发展的机会 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 16场的影响之下 持续朝着这个系列系的方向 在短时间来讲的话 对我们并不会有影响 要是台风奥迈斯生成 各国预测路径也曝光 但由于距离台湾还很远 后续会不会影响还要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即将推出的 振兴五倍券 规划方向出炉了 大致的使用方法 跟去年的三倍券一样 除了是用餐饮零售 百货夜市 还有观光旅宿等等 也可以拿来缴学杂费 还有补习班费用等等 但是不得找零 不过无关消费行为 像是缴税 水电费跟罚单等等 则不适用 另外眼里由政委唐凤出手研发 五倍券APP 里头会加码有优惠 用对的就是要 冲高数位券的领取率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早上率领部会首长 向总统蔡英文报告 这样的细节 要是民进党内 沟通顺利的话 最快在八月底 就会正式对外公布 仔细清洁消毒 加装隔板 不只要迎接内用客人 还期待未来 五倍券的消费人潮 而这五倍券能怎么用 行政院具体规划也出炉 全国餐饮零售 百货夜市等实体店家 摊商都是用 也可以缴学杂费 跟补习费 但不得找零 另外缴税 缴发单 缴水电费等 无关消费行为 则不能使用五倍券 大致内容都跟去年 三倍券相同 却让小摊商觉得 还是没有受贿 这回同样 纸本数位券都有 不过为了要减少印刷成本 增加数位领券率 除了银行 行动支付加码回馈 政委唐凤也可能再出手 要研发五倍券APP 透过电子折价券形式 解决电子支付认证问题 民众还能获得三重优惠 因为我已经有 就是在查询相关的资讯 应该是网信用卡吧 最好是现金啊 比较好用啊 老人家希望就是说 现金比较方便 年纪到了 他那个券来就是 觉得很麻烦 五倍券APP成效如何 有待观察 不过是否让数位券先行 以及从民众荷包拿一千元 兑换五倍券 民进党内还有杂音 行政院长苏仁超 周三上午率部会首长 向总统蔡英文 亲自报告细节 如果成功凝聚共事 最快八月下旬定调 由行政院对外正式公布 五倍券九月就能上路 最后应该打腿波动